欢迎收看财经XPESO 晚上好 由于国行和联储局货币政策维持稳定 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向五大国有银行注入5000亿人民币 无形中提高了投资者交投薪值 今年联土全球综合保健新业资本都做出贡献 马股币市时报1849.49点上涨了4.17点 外资已经连续第四天卖票 今天卖出了9137万令吉 反而本地投资机构进场吸纳了1亿2376万令吉 散户者卖票卖出了3239万令吉的股票 下来由企业BlankY单元 Astro公司在收费电视营收增加和融资开销减少的情况之下 截至7月31号为止 第二季的经历超过1亿3765万令吉 上涨了39.28% 第二季的营业额大约有13亿4915万令吉 增加了13.54% 董事部建议派发2.25仙的股息 成功多多被子公司大马多多博彩的表现所影响 截至7月31号为止 首季的经历报大约7833万令吉 按年萎缩了20.70% 首季的营业额则走高40.22% 报超过12亿4388万令吉 该集团宣布派发每股5.5仙的股息 最后这新闻有双微 双微建议将资产注入新成立的双微建筑 并让双微建筑上市 双微建筑将发行12亿9290万股 面值20仙的新股 向双微换取上述的资产 初步估计双微建筑将向公众公开 限售5亿7千万股 感谢您收看 我是德成 晚安